上海高校科研团队远赴内蒙古阿拉扇 测试了最新研发的种树机器人 可以将种植的效率提高100倍以上 有望为应对荒漠化提供新武器 具体的情况请于飞介绍 好的小雪 一网无银的戈壁滩 零星散落的缩缩树 这些天在内蒙古阿拉扇荒漠出现了一群上海高校的年轻人 他们还带上了一个机器人小伙伴 他们结伴前往而不是旅行 而是要在这里种树 这个差不多半个人高的机器人自带一根螺旋大钻头 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挖出一个深达四五十厘米的洞坑 从空中俯瞰的话 一个个树坑是非常的整气化一 也呈现出了一种特别的设计感 事实上这种种树机器人的设计研发团队 是来自上海华东师大软件工程学院 他们此行就是为了进行机器人 卫星导航环境感知方面的测试 效果非常的不错 那么谈到它的硬核优势 科研团队介绍说 采用光伏太阳能驱动 配套无人驾驶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种树机器人 体积小 分量轻 对荒漠地区脆弱的地表土壤 损伤也很小 相比于使用笨重的拖拉机牵引 种树机器人也便于生产和组装 更便于大规模的部署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挖坑的机器人 只是种树机器人集群当中的一个部分 要完成整个种树的流程还需要放苗机器人 胶水机器人以及监控管护机器人等等类型的加入 他们的研发还在进行过程当中 那么按照研发团队的预估 未来这个机器人集群可以实现无人化 规模化 全天候作业 有望将种植效率提高100倍以上 机器人的挖掘线路都是由科研人员 根据卫星地图事先演算编排好的 它只要依据指令工作就好 一个是通过全球的GPS定位系统 可以去达到厘米级的定位 去设定固定的路线 去做一个全局的种植的一个规划 但是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全天候地去工作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在成功完成挖坑测试后 科研团队目前正在实验室中 全力展开放苗机器人和浇水机器人的公管 根据这个种植的地方的定位 然后车子就会去开在相应的地方 然后我们会控制车子的角度 和通过这个视觉的辅助效果 去找到它通过神经网络的算法 找到这个根部的位置 软件的算法的测试 我们现在基本上第一轮已经完成了 实验室带队老师张新宇介绍 配合标准化的育苗种植装置 利用智能监控平台 种树机器人集群 可以将种植效率提高100倍以上 成活率提高至95%以上 在植被生长期 还可以通过云端远程管理监控 实现植被及时精准定位和定期观测 让更多人参与其中 种树是有一个窗口期的 短的窗口期有一个办法就是 大规模地去种 快速地去种 就是并且的后期维护好 那就可以快速地实现荒漠化的恢复 当前土地荒漠化是人类面临的 最严峻的危机之一 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 也是希望通过机器人技术 通过AI技术 帮助人们在环境恶劣的荒漠地区种树 让绿色向沙漠的更深处眼神 我们也很期待在两到三年之内 我们可以完成一个整体的体系的开发 比如说从挖坑放苗浇水 然后到最后的一个巡视 我们希望我们如果能够通过我们技术 能够改善当地的环境 改善当地牧民的生存状态 就还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相当有意义的 东方卫视记者周云报道 好 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小雪 好的 玉飞